今年的两会真的是看点不断 惊喜连连 看到党中央一手抓香港 一手抓台湾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真的是痛快 对于我等强硬武统派 我就想对党中央提一个要求 给我二维码 我要打钱支持国家统一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欢迎来到磊哥的每日谈 香港的法西斯暴乱 之前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想但凡有点良知的华人 都会感觉到心里憋了一口气 而这次两会上直接推行 香港版的国安法 让很多认同中华民族爱国的同胞 着实了出了一口恶气 港版的国安法直接推行 宣布了香港的敌对分裂势力 他们的死刑 草案的第四条也涉及了 国家安全机关 可以直接在香港设立机构的内容 中央的执法人员可以直接在香港执法了 香港的敌对势力 那是如丧考彼 与此同时 美国为首的西方流氓挨个出来回应 香港废青那是哀红遍野 绣红旗的 退裙的 洗反动纹身的 跑路去台湾的 那是什么样的都有 别说当天还真的有人去闹事 废青组织去中环 聚集表示反对 结果就去了三个人 美国的天鹏元帅蓬佩奥叫嚣要谴责 说要和香港人站在一起 站你妈逼站 找个锅把你给炖了 反华势力那是全都慌了 美国西方垃圾国家站出来跳跤骂街 这些都说明了我们做的非常正确 要继续推进 干就完了 其实从去年香港暴乱开始很明显 背后都有美国人在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而且港独和台独有河流的迹象 昨天香港国安法之后大量香港废青要逃向台湾 但是台湾人在网上那是强烈的反对 他们的理由是因为香港人是支那 没想到香港废青竟然被台湾人骂是支那 他们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结果就因为这样 台湾香港的废青联盟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土崩瓦解了 另外这次两会在台湾问题上的报告内容 也令我等武统派是心花怒放 因为这次没有提和平统一 也没有提九二共识 甚至在台湾问题上连一国两制都没提 再加上中国在前面大量的准备工作都在说明一个问题 武统台湾是必然的事情了 没有其他的选项 我给大家捋一捋 东部战区之前表态放弃幻想准备打仗 两艘075小平顶两栖攻击舰下水 京唐港持续两个半月的实弹军事演习 南海的三沙市设立西沙区跟南沙区 这些都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信号 武统台湾 磊阁就一个要求 给我二维码 我要打钱支持解放军解放台湾省 我在前面的视频里专门讲过民进党是不会在520有什么台独动作的 因为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靠着权力去捞黑钱 在中国大陆和美国两边要好处 由于之前台湾省长期恶心大陆 把自己这条路就给走绝了 民进党也发现在大陆没办法再捞到什么好处了 就一味的去抱美国人的大腿了 但是美国是出了名的渣男 这不在昨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卖给台湾一批武器 什么东西呢 18枚鱼雷花了多少钱 1.8亿美元 一颗就要1000万美元 每颗鱼雷的射程30公里 台湾媒体又是一通No.1 求求台湾媒体赶快告诉我这里面有腐败 不然啊超级大傻逼大铠子这个头衔可就扣死在台湾身上了 网上啊都有很多台湾人说 觉得啊这保护费狗骨头实在是太贵了 之前啊台湾不是当小婊子吗 怎么变成大铠子了 之前一天天鹏元帅蓬佩奥发推特支持蔡英文 结果第二天人家就开始找台湾要出台费了 真是啊笑死个人了 只要钱到位玻璃全干碎 咱们再看看蔡英文上台之后的政绩 她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帮助腐败分子各种洗白 大家一起捞黑钱啊是赚的爽歪歪啊 另一方面从蔡英文520的演讲上看 不管是独派还是统派都觉得蔡英文的这通说辞啊 肯定会偏向台独强硬的措施 结果啊她的发言异常的温和 让很多无统派是非常的失望 实际啊蔡英文这个人是很聪明很狡诈的 她只是沿着自己的目标啊 在一步一步的走 她整个的计划就是和平台独 以和平的方式走向台独这个目标 所以她不让大陆啊找到可以对台湾动武的理由 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可以达到她 渐进是台独的目的 蔡英文啊玩柔性台独玩隐晦台独真的是高手啊 她这么玩的目的非常的明确 一方面可以从大陆啊赚取经济资源 赚红钱 另一方面可以日拱一足达到一中一台的目的 实质台独啊就是她的目标 这就是蔡英文和平台独的整个计划 但是民进党啊他堵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美国一定会帮助台湾 第二个就是大陆不敢打台湾 我刚才说过民进党的政治情商啊真的是太低了 这两件事情啊全部都预判错误 首先如果大陆直接开启武统进城 美国有非常高的概率是狗先门帘子拿嘴对付 别看啊美国平时让飞机天天闯南海 如果真的干起来了 美国人反而会怂的 但是中国大陆这边可就不一样了 这次土共是要来真格的 经唐港军演之后 接下来就是拿下南沙群岛 下一步就是解放整个台湾省 西大的任期之内台湾是一定可以拿回来的 我们要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啊 民族复兴势不可挡 给我二维码我要打钱 其实啊大家要认真观察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啊 是非常非常极端的 不管你做什么我全都反对 我不管你是对还是错 我都要反对 另外这种选举制度啊 必定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撕裂 因为只有撕裂的社会才能变成选票 他这样就会逼着很多人啊 必须要去选边站去投一个人 所以新闻上啊 你就可以看到川普有很多匪夷所思 非常极端的言论 还有就是来回的翻烧饼拉抽屉 一句话两头说 其实啊很多他在外交上的发言都是对着自己的选民说的 像川普的选民啊很多都是白痴级别的 他们不会在意川普到底说了什么 而且啊也记不住 但是他们非常非常在意川普的气势 他的态度要的呀就是那个劲儿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不管川普的发言是不是大内宣 我们啊都做好足够的底线思维 对待流氓就绝对不能心词手软 你跟他讲道理是没有意义的 必须要展示你的实力 一个大嘴巴把他的生殖器打到他的鬓角上 你让他知道你的厉害 然后才能坐下来好好的让他跟你说话 所以对于武统台湾这件事情已经没有第二个选项了 统一台湾拭目以待 好了 这就是本期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收藏 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